幸好孩子沒有你想像那麼聰明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請問一下 我叫學生 可不可以幫我把面積分成四等分 學生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對著 對著 好 在對著 對 每一個都會對著在對著 好很好 大家都答到了 就是現在我的目的來了 我問一下如果我說我現在把這個正方形到8 請問一下這個邊長多少 孩子都會這樣多少 都是完成的 這個面積多少 這一塊面積多少 2 對不對 這一小塊面積2 邊長多少 更號2 更號8等多少 兩份更號2 換句話說 我更號8這塊面積 我可以拿2這一塊更號2 去排4塊 排出更號8 那我更號18 我可不可以拿9塊2來排出更號18 換句話說 我更號8更號18 為什麼它都屬於更號2這個同類方更 因為它都可以由這塊2的面積去處理掉 那你說1分之1呢 2分之1 好我現在再把這一塊2 這樣 好我先把它撕下來 好 再撕成4等分 這對你們孩子就幾乎蠻手很適合啊 很簡單很適合 可是他從沒想過 他補習那麼多他只會算他從沒想過 好請問一下這塊如果是2 這一小塊多少 2分之1對不對 所以這更號2分之1對不對 所以更號2分之1對不對 所以更號2分之1是不是更號2得半 2分之更號2 搞定 我為什麼要分母優理化 因為我才知道這個更號的東西它是有什麼構成 它跟誰是同類 而我跟它同類代表 我們之間是有關聯的 我可以從你那邊得到 是構造我 你我也可以從A家跟你 你可以構造我 我可以構造你 我們才叫同類方根 我跟你不同 沒辦法構造 我們就不同類方根了嘛 很簡單 我代碗 有一個概念在那裡 我需要 我可以講很多 但是我也可以不用講很多 我就帶一個活動給你 你可以思考 因為他從沒有思考過 他只會算從沒有思考過 那 我今天早上剛上完 那個 學生我剛剛考試 考學生畢士定 學生問我說 你有沒有原歸 你幫我借個原歸好不好 學生問我說 老師 12 426 它是什麼型 欸 邊場三 看過一個題目 問題是12 426 是什麼型 我說 欸 直角三角型 因為他是 十的平方加二四平方 等於二四六的平方 好 他向我問他 我向問他說 你覺得是直角三角型 如果我反過來問 那個是全班第一名的學生 我說 如果十的平方加 我現在不用二十六 我用二十七 十二是二十七 這會是什麼型 會是什麼型 他問我直角三角型 我那時候手中拿一個原歸 我手中剛好拿一個原歸 我上課都有原歸 我比給你看 現在是 這兩個原歸 A跟B是固定長喔 直角九十度的時候 然後是 94的時候是剛好 欸 我現在AB固定喔 可是我現在頓角的時候 這個什麼 長了嘛 長了嘛 那AB固定喔 我這個C變長了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A平方加B平方 小於C平方 我們是看 不是被A平方B平方 不是看這一邊喔 我們看C平方來決定 當我C平方大於他的時候 就是什麼 頓角 那如果小一點 好 這個地方 我不是對所有學生講 我不是對所有學生講 我會對幾個很厲害 所以我就是利用原歸 我當場示範給他看 我說對 你們都學過直角 這樣叫直角 那這樣 這樣 這時候變短 AB都不變 C平方 所以A平方加B平方 大於C平方 因為C平方是小 我重點不是在A平方加B平方 我是看C喔 C是小於 我不是看A平方B平方大於這邊 我們看C 由C來決定 所以同樣的這個道理 也是由C來決定 A平方加B平方 小於C平方 頓角三有C 背嘛 我給他看 他能夠學到多少 他應該 可是這個是間對比較好的 那一樣東西 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在東西教學的時候 有一直在強調是說 我為什麼要因此分解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因此分解 我為什麼要做因此分解 我是要問學生 我為什麼要做因此分解 因為我現在加二年級 我為什麼要加因此分解 學生提不出來 真的 做那麼多也提不出來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因為要降次嘛 你兩次不好處理怎麼辦 我為什麼要做因此分解 我為什麼要做因此分解 數字太大了嘛 變小就好處理 一樣 我為什麼要做微機分 三度空間 N等於3 變N等於2 一樣嘛 你降次 你才 降下你才好處理 我就跟他舉一個例子 就是你吃牛排 你切牛排 你有沒有那麼大塊 你把它切掉 很好吃嘛 可是你吃完 是不是整個大塊牛排 也吃完了 問題是 能不容易吃 那你有沒有吃完 你大塊好吃還是切小塊好吃 那你切小塊 換句話說 我們透過實際操作 而這些東西 適合我們學校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學生 我們知道我們的學生要什麼 所以我們老師很用心的設計要什麼 你要知道你的學生要什麼 所以你必須設計適合你學生要什麼 而不是你來看是我們的精神 我們怎麼去做這個 我們真的做給你們看 而你們要的是 你們要適合你們學校的學生 我適合什麼樣的難度 不要小看基本的 我教學生 例如說我們教畢士定義 你在我們畫面積五 怎麼畫 真的用方格子 這個方格子就是我們要用的 畫面積五 第一個 先畫面積五 三層三裡面畫出一個面積五正方形 他們也嘗試很久 最後想到了 大家畫出吧 可是你不要以為這個很簡單 我忽然問一個學生 你怎麼畫出面積109的正方形 你隨便問你學生 他一開始 面積109怎麼畫 他會認住 一定會認住 不管你們第一名第幾 程度都好一樣 看到109 他根本沒想到A平方加B平方 因為他只會算那個體 他根本不知道他怎麼來 可是我們的教學 由教學是什麼 由最根本 我們透過這些東西 這些方格子 透過我們很多老師 我們一起共同的研究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個人的 他們一起來的 那我們透過一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給學生 因為我們學生適合程度到哪裡 面積5 面積17 夠了 他一個概念在這裡 面積好的 他可以 你們可以往更深一層 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可以 不更深的體 加深加廣 是掌握最基本的東西 加深加廣 就是看你們 你們學校的學生是什麼樣的程度 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的學生適合 我們就適合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到某一個地方就停下來 不是不可以往下 而是我們要認為 這個地方對我們是最好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屬於不同性質的學校 所以我們會產生不同性質的東西 但很多東西都可以分享 其實很多教學的東西 其實很多那個小人 是可以分享的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我們知道 我們要去看 因為我們真正看過學生去做 不是學生真的不是你想 你教了他就會 他是騙人 你沒有下去看他 走過去看他 你不想他在那邊發呆 你不想他不會做 你不想他卡住 我們 因為我們都看過 所以我們還可以跟你講很多 所以呢 我們幫我們的霍文老師 還有雅鶴老師 還有另外一個元琦老師 他其實可惜他沒有來 你應該去認識他 他是一個最棒 他的學習單 設計到 我們都覺得說 真的適合我們的學校的學生 所以這種事 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想法去溝通 方法得到了 東西要自己產生 這是我做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也持續 我會分享給你聽 大家說 大家互相交流 這樣子 這是我個人意見